我二十四岁那年,嫁给了邻村的小枫,成了霍家的大儿媳。当时霍家有三个儿女,小枫是老大,她还有一个二弟和小灰一个小妹小云。 我嫁给小枫那年,正赶上公共一场大病,花去了婆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订婚那天,婆婆当我父母的面,摘下了她手上的一枚钻戒,信誓旦旦地承诺说,贵方,这枚戒指跟了我三十多年,虽不值什么大钱,但是它是祖传的信物。 我把它交给你,就当我们迎娶你的见面礼。 至于彩礼,我家的状况你也了解了,我先欠着,等以后生活好过了,我一定加倍奉还。 婆婆善良而诚恳的目光,让人内心特别踏实。 而且,我和小枫是自由恋爱,彼此都是情投意合,缘分至此,也就不在意什么彩礼不彩礼的了。 穷过富过都不要紧,只要婚姻存续期间,彼此幸福就好。 第二年的夏天,我生下了我的女儿。 婆婆乐得何不拢嘴,亲自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一番,说是一帆风顺的意思,这个寓意好。 公婆高兴,我当儿媳妇的,自然是没得说。 女儿一番出生以后,家里天人进口了,我老公小枫也就闲不住了,她非要到省城去打工不可。 可这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年来,她投影不见,前两年还按月往家转钱给我。 可是从第三年开始,小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分钱也不给我转了,而且电话号码也变成了空号。 小枫这一走,死活不知,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公婆每天是坐立不安。 但我始终相信小枫的为人,她绝不会无缘无故抛弃妻女的,肯定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不得以而为之。 为了弄清小枫的状况,公婆经常派老乡四处打探消息。 有一个跟我老公一起出去打工的文歌传过来话说,小枫在工地干了两年钢筋工后,就不在他们原先的工地干活了。 而是和一个女人去了南方,说是做什么翡翠的生意,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我一听,小枫和一个女人走了,这话让我心如死灰,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心头。 我心中暗想,坏了,小枫变心了,这天,要她了。 公婆每天都是如坐针毡,活得不得了。 尤其是公公,一气之下,老毛病又犯了,这打针吃药的,没少花钱,让本来就很窘迫的日子更加是雪上加霜。 我娘家妈见状,主动找到了我婆婆。 她说,亲家母啊,小枫和我女儿是自由恋爱,我相信她俩的为人,小枫是个好孩子,我绝不相信她在外面是胡来。 在没有确切的消息之时,我们不能自乱了阵脚,日子要照常过,大家,小家都必须给我维持住了。 我看这样,我女儿贵方不能再闲下去了,没有男人的日子,女人也是半边天。 我给我女儿拿五万块钱,让她搞点副业吧。 我听人家说,种药材很挣钱,不如咱也跟风一把,承包点土地,种两年种药材试试,弄好了,你们家上上下下也能打个翻身仗。 有娘家妈支持,我这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安慰。 公婆也是极力支持,就连小叔子小灰也是信心满满,一直守护在我身边。 说干就干,中药材种植园很快就建设起来了。 可是一个周期下来,我家的中药材惨败,不仅品质不好,就连回收的市场也处于闭场边缘。 仔细一打听,周围各村跟风种植的农户太多,市场销路又一时半会打不开, 大批中药材滞留在地里,简直是一文不值。 我算了一笔账,接近两年半的时间,我娘家妈拿来的五万块钱全赔进去不说。 我结婚时攒下来的那点家底,一共是七万四千多块钱,亏的是血本无归。 小叔子小辉很是同情我,他知道我和一番在家,没有个男人很是辛苦,这孤儿寡母的日子就是难熬。 如今又出了这档子时,他很是心急,就经常来我家,哄一番开心,见我家冬天没有煤烧, 就早早地去山上给我拾堆一些柴火回来,大柴堕马得粒粒整整的,很是有心。 婆婆见小辉平日里对我特别好,也经常过来劝慰我说, 贵方啊,我的好儿媳,妈对不住你啊。 像当初你嫁到我们货家,妈一分钱彩礼也没给你, 实指望这几年我们努把力,把日子过起来,也好给你补偿个五七八万的。 可是,天不遂人愿啊,就连我那不争气的大儿子小枫,也没了踪影。 这五年来,可是苦了你何一番了? 这么熬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实在不行,依我看,你还是改嫁吧。 你小叔子小辉,找到我们了,说我们货家亏欠你的太多了。 不能让你两手空空就这么走出我们货家。 他说,他想把我们给他准备的那三间婚房卖了, 反正他暂时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呢, 眼下也用不上这房子, 至少能卖八万块钱,都给你拿去, 就当我们货家补偿给你的彩礼钱。 我大儿子不是人, 他现在死活不知, 又和一个女人走了, 怕是丧了良心了, 你就别等他了, 办完离婚手续, 找个好男人,再嫁了吧, 妈对不起你了。 婆婆大哭, 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 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 我盲劝未道, 妈,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和小枫四年恋爱, 她什么样?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就不信, 她会是现实版的陈世美。 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男士, 才没有与家里联系的, 在没有她的准确消息前, 我是不会离开你们或家的, 除非她回来时, 说不要我了或者她死了, 我就离开这里, 肯定不赖着不走,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我贵方要的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这股稚气和我的这张脸面。 婆婆见我义正此言, 也没话说了, 小叔子小辉照例来我家匹柴打水, 接送一番上下幼儿班, 无所不尽其能。 半年后的七月初七, 恰逢我生日那天, 公公满脸堆笑, 让小辉把她家养了两年的三只大鹅给炖了, 说什么也要给我过个生日。 小辉给我买来了一条项链, 虽说是银质的, 但是很漂亮, 也足见她的友心。 她们也俩忙前忙后, 却唯独不见我婆婆的身影。 爸, 我妈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她怎么没来? 公公一反常态, 哈哈大笑的样子, 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重病缠身之人。 小叔子和我正在院子里顿大鹅, 突然听到院门外有四家车铭喇叭的声音, 喇叭一直在响, 唯独不见有人下车。 公公摇着菩萨, 笑得满脸皱纹, 小叔子则是一脸阳光, 紧坐着她手里的活, 他们也俩一反常态这高兴近, 把我给整猛了。 正在我一头雾水之际, 小叔子小灰给我递个眼色说, 嫂子, 外面来人了, 你愣着干嘛, 赶紧去看看呢。 我这才缓过神来, 见小叔子那高兴近, 我恍然大悟, 扔下手里的洗菜盆, 一个箭步就跑了出去。 当我打开车门的一刹那, 我大哭不止, 小风。 我傻在那, 不知所措。 真的是小风回来了, 而她的身边, 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我婆婆, 另一个女人, 我并不认识。 我伤心欲绝, 扭过头, 脚步沉重地往院子里走。 小风一把拉住了我, 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 她宽阔的臂膀, 还是那么温暖, 那么有力量。 她趴在我耳边说, 贵方, 对不起, 老公回来晚了, 不过老公没做任何 对不起你的事情, 如今我衣紧还乡, 多亏了你眼里 看可能看不惯的 这个女人。 我把我们的故事 慢慢说给你听。 我见婆婆拉着 那个陌生女人的手, 有说有笑的, 紧张的内心 多少有些缓和了一下。 婆婆见我满脸一云, 笑呵呵地跑过来, 搂着我粉若桃花的脸说, 贵方啊, 我来介绍, 这位是我的娘家 堂侄女翠平, 在南方一直做翡翠生意, 很成功。 三年前, 小枫在省城打工的时候, 遇见了我的堂妹, 这就是翠平的妈妈, 她说起了翠平的生意, 就让小枫跟着她 去了南方做买卖。 可是刚去的第一年, 小枫就总是觉得胃疼, 这一体检呢, 发现是早期胃癌, 好在胃部切除三分之一后, 恢复得不错。 她怕你担心, 也是怕你见到她当时 骨瘦如柴的样子, 心里有负担, 就把这件事情瞒下来了, 直到两年后, 在我的堂侄女两口子的 精心照料下, 基本痊愈了。 如今, 她的腰包骨了, 我也就把她毫发无损地 交给你了。 你们小夫妻终得团圆之时, 妈高兴着呢。 婆婆一番话, 说得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我挣脱小枫的臂膀, 生死历劫地对小枫吼道, 这五年来, 我没丈夫, 孩子没爸, 我要那么多钱干嘛。 院子里的六个人面面相去, 死一样的沉寂, 贵方之所以能把这件事情 讲述出来, 说明现在的她已经释怀了。 在充满大爱的自理行间, 我们能读懂她当时的内心, 焦虑而彷徨, 无助又始终抱有希望。 正是她对小枫的信任, 加上她对婚姻的执着, 才成就了历经五年磨难之后的 再次重逢与团聚。 如果说有什么话要送给她, 那我只想说, 贵方姐, 以后的路, 永远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夫妻之间, 贵在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 遇到了什么难心事, 要彼此真诚相待, 相互沟通, 既不能一个人偷偷地扛, 也不能不听劝告, 一味地我行我素, 只有这样的相濡以沫, 才有今后的夫唱妇随。 小枫的本意肯定是好的。 但如果事先和贵方姐说一下, 是不是就避免了她五年来的苦苦等待 和内心煎熬了呢? 相信往后, 小枫会对贵方姐宠爱一生, 因为这样通情达理, 坚守爱情的女人, 她打着灯笼也是天下难找吧。 家有贤妻, 你就偷着乐趣吧。 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凤凰渣男的新生。 我就是大家眼中的凤凰渣男。 婚后三年, 她父母双双意外去世。 我提出离婚, 并要求分割四分之一的遗产, 价值一个小目标。 法庭上, 我的律师沉着应对。 我方当事人与对方系合法夫妻,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的财产, 除明确声明由一方子女个人继承外,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中, 关于遗产, 并无特殊明确声明, 因此属于我方当事人与对方夫妻共同财产。 结婚三年, 今天绝对称得上是我的大日子。 不但是我离婚案开庭的日子, 也是我分巨额遗产的日子。 对面陈倩头发凌乱, 面色苍白, 声嘶力竭,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 就是嫁给了你这个人渣。 可任凭她跟她的律师扯破喉咙也没有用。 而我西装革履, 意气风发, 就连头发丝都梳得一丝不苟。 我不语, 这种场合, 我要保持绅士风度。 交换证据时, 她想伸手打我, 被我一把制止。 我皱了皱眉, 在她耳边低声道, 那好啊, 就让我这个人渣带着一个小目标离开吧。 因涉及金额巨大及其他原因, 法官没有当庭做出判决。 但我的律师一脸轻松, 云淡风轻, 放心吧, 张先生, 不出意外, 咱们的诉求应该会得到支持。 至于孩子的抚养权, 我揉了揉眉心, 漫不经心丢了句, 抚养权无所谓, 他要是想要, 就都给他算了。 我跟他有两个孩子, 两个女孩。 我之所以征抚养权, 是想给他压力, 逼他同意。 实际上, 两个闺女, 我一个也不想要。 我是个男人, 我要孩子做什么? 况且都是赔钱货, 又不能传宗接代。 我虽然上了大学, 但我骨子里是个传统的男人。 男人就是要光宗耀祖, 传宗接代。 况且, 我很快就是个很有钱的男人, 我还怕没人给我生孩子吗? 真是个笑话。 开完亭, 陈倩冲到我面前, 抬手给我重重一巴掌。 我扶了扶眼镜, 单手抄兜。 看着眼前这个疯女人, 一阵唏嘘。 是的, 她根本配不上我了。 纵使, 我是踩着她一步步爬而来的又如何? 关键是我已经爬上来了。 至于她是否血肉模糊, 是人是鬼, 跟我有何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不是吗? 是我扎吗? 明明是她蠢, 好吗? 我叫张晨, 跟陈倩是大学同学。 她是大城市的娇娇女, 我是偏僻地区小镇做题家。 她爸妈一直很反对我俩。 她有一个弟弟, 而我有一个妹妹。 刚开始, 她父母很难搞, 怎么都不同意我跟她交往。 还有她弟, 一口咬定我是看上了她们家的钱。 纵使她们百般羞辱, 我依然像虎皮膏药一样黏着陈倩。 我提供了陈倩所需要的所有情绪价值。 背着她父母, 我们偷偷谈起了恋爱。 这是我走的第一步险棋。 如果陈倩跟我一样, 是个极力想改变命运的农家女, 那她不可能跟我谈恋爱。 可陈倩不是。 对她而言, 虚寒问暖的暖男比出手阔绰的爸总更有吸引力。 虽然她说她是一般家庭, 我可不傻。 她爸是我们学校的教授。 就这一点, 就不可能是一般家庭。 更不用说我之前有次去她家, 看见她拿着星巴克的月饼在喂狗。 当然, 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我一个老乡是她爸的弟子。 好羡慕我老板, 真是人生赢家, 听说寒假又要去看极光。 她前两天出了一个专家意见, 十几页纸, 五十万啊, 大哥。 从老乡夸张的动作, 跟表情中, 我早已拼凑出一个富家女的形象。 后来我更了解到, 作为某高校的教授, 他爸手里握着好几个科研项目。 教授只是他的副业而已, 他也是某知名科技公司的引民股东。 还以为我不知道,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当然, 我也知道我有什么。 我能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 用价值换价值而已, 我有错吗? 当然, 人生短暂, 如果兑换过程中有了一点真心, 那最好不过。 我虽然穷, 但该花的钱我绝对不会省, 就像找对象这事。 从大一开始, 我就在某相亲网站找了最贵的红娘VIP服务, 一对一那种。 我的要求只有一条, 家里有钱, 至于长相、工作、年龄都无所谓。 陆陆续续相亲了几个, 但都不够有钱。 没想到最好的那个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毕业后, 我省持俭用, 贷款买了辆贷不车。 没事时, 我就带他出来兜风。 他挽着我的胳膊, 歪着头靠在我肩上, 轻声道, 你的比亚迪比我的宝马 还有安全感, 因为有你在。 那一刻, 我知道, 我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他喜欢毛母, 我就跟他讨论月亮和六便士。 他喜欢村而春树, 我就看挪威的森林。 他说他喜欢我身上的文艺器。 为了请他吃一顿西餐, 我要吃半个月的泡面。 可我乐意, 是我真的爱他, 爱到心甘情愿为他花钱了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明白将欲取之, 必顾与之的道理。 小孩子都明白拿自己的玩具 跟对方交换。 我怎么会不懂呢? 可倩倩以为我很爱他才这么做。 毕竟大家都宣称, 一个男人如果只有十块钱, 但却愿意为你花十块钱, 这就是一个好男人。 可这话应该还有后半句, 当然还要看着男人 为什么愿意为你花这十块钱。 价值衡量的天平 不知道在我脑子里过了多少下。 听说我交了个有钱的女朋友, 我爸妈决定来看看。 我妈不愧是我妈。 第一次见她, 就拉着她的手, 满目珍惜, 眼中带泪, 动容道, 倩倩啊, 我们就是砸锅卖铁, 也得把你娶回家。 我们家真是积了几辈子福, 沉沉才找到你。 倩倩也很感动, 谁不喜欢被重视呢? 没有人不喜欢听好听的, 这是天性, 也是人性。 几句话一出, 倩倩已经哭成了泪人。 过灌苦日子的人, 只要给一点点甜, 就会甜很久。 可过灌苦日子的人, 一旦尝到了甜头, 再过苦日子也不可能。 不管是我, 还是我家人, 都想抓住这次机会, 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 尽力翻身。 叔叔, 阿姨, 你们放心, 我一定跟她好好的, 谁反对都没用。 听到这句, 我跟我爸妈心照不宣点了点头。 说到动情处, 我妈小心翼翼从双肩包里拿出一个东西, 一个用红布包裹了好几层的银镯子。 我认识她。 我谈上个对象时, 我妈也这么拿出来过。 只不过, 我最后跟那个对象分了, 镯子自然, 也被拿回来了。 其实, 也不一定就是那个镯子。 因为这样的镯子, 我妈还有很多个。 倩倩啊, 这是我们老张家祖传的镯子, 只传儿媳妇, 阿姨实在太喜欢你, 太想让你做儿媳妇。 跟我一样, 我妈演技也很炸裂, 其实也不能说全都是假的。 我妈确实是想让倩倩做儿媳妇。 谁又不想呢?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哪怕有一丝机会改变, 也会牢牢抓住不放。 可这一切逃不过她爸妈的火眼金睛。 她爸知道我们谈恋爱后, 直言不讳, 你这样的孩子, 我见太多了。 她妈更是恼羞成怒, 愤愤道, 你就是想不劳而获, 年纪轻轻不学好, 净动歪心思。 你跟我家倩倩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把抓住倩倩的手, 坚定说道, 叔叔阿姨, 我跟倩倩在一起了。 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是的, 我需要适当展现一下自己, 让他父母看到, 其实更多的是让他看到。 我的执着与决心, 我其实是在赌, 赌人性。 婚姻这件事上, 现在有几个父母最终不跟孩子低头呢? 我只需耐心等待, 穿越荆棘, 定会一路芬芳。 假话说, 多了就会成真。 是的, 我爱倩倩。 当然, 我更爱我自己。 知道他爸爱下棋, 我没事就陪他下棋。 还专门高价, 报名了培训班。 他爸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 知道他妈喜欢吃我做的饭, 我没事就去给他家做饭。 他妈看我的神态也不如之前那般冷漠。 他家的洗衣, 拖地, 收拾打扫这些更是被我承包。 投其所好, 这点我会。 至于他弟, 毕竟只是个孩子, 虽然说的话我不爱听, 但我想总有一天会把他制服。 我跟倩倩关系越来越好,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看来第一步险棋, 我走对了。 谈了一年, 我当了一年孙子, 他爸妈始终不松口, 让我俩领证。 我知道, 他们从内心并没有接受我, 更不用提接受我的家庭。 今天是他妈妈的生日。 饭桌上, 他妈一脸不悦, 还没开始吃就说自己饱了。 接着阴阳怪气道, 就我们单位周灵, 你们知道吧, 他闺女找了某部位一官二代。 周灵天天乐开了花, 人家怎么就那么好命? 哎, 接下来一连几天, 他妈都找借口早早把倩倩叫回家。 我知道, 我必须抓紧时间, 我可没工夫跟她一直耗下去。 倩倩, 周末我们去看海吧。 他前一阵一直说想去看海, 机会这不就来了? 苏苏, 我妈要是打电话问起我, 你就说我跟你在一起哈。 放心吧, 没问题。 苏苏是另一个富家女, 也是恋爱脑。 这种瞒着家长的事, 以前倩倩也帮她做过。 很庆幸, 有这样一批蠢女人, 不然我这类人怎么才能改变命运呢? 我算准她的排卵期, 趁着约她单独出游的机会让她怀孕了。 虽然出行前, 我信誓旦旦要开两间房, 但旅馆老板说只剩最后一间。 当然, 老板这么做是因为我给了她好处。 这是我走的第二步险棋。 她知道后, 边哭边对着我一顿埋怨。 她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 不过我哭得比她还厉害。 倩倩, 都怪我, 我实在太爱你了, 你有什么气冲我来?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好吗? 我保证拿命爱你跟孩子。 如果我以后对不起你跟孩子, 我就, 我边哭边说, 边要起事。 我还没起完事, 她而来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呸呸呸, 不许你胡说。 她说着顺势依偎在了我肩头。 那一刻, 我知道她彻底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她家知道后乱成一团。 她爸背着手指摇头, 眉毛凝成麻花。 她妈一边哭, 一边骂。 她逼而来要打我, 哐当一拳打在了我右眼角上。 我就说吧, 她就是有所图, 还装得跟正人君子一样, 真是渣男。 而我只是紧紧抱住倩倩。 就像抱住我的财神爷一样。 对倩倩而言, 现在我就是她, 她就是我。 我跟她利益深度绑定。 知道倩倩怀孕后, 视频电话那头, 我爸妈笑得何不拢嘴。 真是老天保佑, 老张家有后了。 找了这个儿媳妇, 我们全家后半辈子都有保障了。 我妈心眼直, 没什么文化, 喜心余色。 我爸拍着大腿, 说要立马买票来北京。 那种欢喜是发自内心的。 这样的神态, 我领大学通知书那天见到过。 他们以为我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可惜并没有。 现在无疑是个更好的机会。 我爸妈第二天下午就到了。 他们的到来并没缓和半点气氛, 相反气氛越来越紧张。 倩倩爸妈始终不同意跟我爸妈见面。 最后在我的怂恿下, 倩倩以死相逼, 费了很大功夫, 他爸妈才愿意见面。 我知道, 他们担心门不当户不对, 更怕我家人以后参与进来。 我本想说我发誓, 以后绝不会让我爸妈跟我们住一起。 当然, 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太冷血。 是的, 这话不能我来说, 要让他们觉得 我们虽然穷, 但穷得有骨气。 我妈二话不说, 扑腾一下跪倒在地, 一字一句, 置地有声, 倩倩爸妈。 我知道我家晨晨配不上倩倩, 但两个孩子真心相爱, 咱们做长辈的不就图孩子好好的吗? 另外, 我们虽然穷, 但我们不喜欢占便宜, 更不会占便宜, 您二位放心, 只要你们同意他俩的婚事, 我们劳两口以后, 绝不打扰干预他俩。 看到我妈下跪, 她爸妈明显被惊到了。 这个时候, 我该上场了。 我也扑腾一声跪倒在地, 信誓旦旦道, 叔叔阿姨, 我是真心爱倩倩, 我们家虽然穷, 但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 凡事都要靠自己。 你们放心, 我靠自己, 一定会让倩倩过上好日子。 她弟站在一旁, 一脸不屑, 装什么装, 跪一跪, 就能改变好几代人的命运, 我也愿意跪。 我一句废话不说, 我知道, 事到如今, 他爸妈还在考验我。 如果他或者他父母狠心不要这个孩子, 我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我还是在赌。 可人活一世, 不赌还有什么意思呢? 高风险高收益。 我懂。 未婚先孕, 虽让他家人很不高兴, 但他爸妈却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我知道这场戏还没结束, 还要继续演下去。 我爸妈在老家听多了鸡飞蛋打的事, 该有的格局他们还是有的。 正式的亲家见面会上, 他爸先开口道, 婚礼花的钱我们来出, 小陈刚上班, 手头也不宽裕。 我爸赶紧接话道, 亲家公, 我家儿子娶媳妇, 哪有让你们出钱的礼啊? 这钱必须我们出。 说是我们出, 实际而最后还是欠欠出的。 是的, 这不险奇, 我又走对了。 他爸清敏了口茶, 缓缓说道, 那这样吧, 三环那套小房子先给你们住, 另外, 再给你们买辆车, 以后也方便些。 至于彩礼, 咱们就不提那些了, 我们这也没有彩礼一说, 我是嫁女儿, 又不是卖女儿, 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听到他们说不要彩礼, 我爸妈眼里冒光, 在我们老家, 单单彩礼一项, 就足以拖垮一个家。 虽然房本上是欠欠的名字, 但只要我不离婚, 我就能一直免费住, 这已经让多少人梦寐以求。 但从她爸妈的眼里, 我还是看见了不情愿不甘心, 更多的是不放心。 倒是欠欠, 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你看着给欠欠买个戒指吧。 她妈说这话时, 声音冰冷, 看都不看我一眼。 她爸坐在沙发上, 一口接一口地抿着茶, 一言不发。 为了表达忠心, 我把工资卡交给了欠欠。 她居然像个孩子一样感动地哭了。 我知道, 她在意的不是这张卡本身, 而是我的态度。 卡里根本没多少钱, 我的钱已经转给了我妈。 当然, 我也没有买钻戒, 我可不傻。 房子车子都是陈欠的名字。 我给她买钻戒, 花的可是我的真金白银。 欠欠, 你看, 现在我这挣钱也不容易。 钻石那些都是骗人的, 没有一点价值。 咱们有了宝宝, 以后花钱的地方 还很多, 我不想让你爸妈看不起, 不能老让他们花钱。 我说这些时, 她频频点头, 确定了她认可我的话后, 我一脸诚恳, 拉着她的手, 揉声道, 当然, 如果你想买的话, 我无论如何都给你买。 不用了, 你说得对, 我也不喜欢钻石那些。 扭头我带她去了正在清仓甩货的小商品城, 买了个五块钱的戒指, 还相钻那种, 并骗她爸妈说五万块钱。 她不但不埋怨我, 还说我不虚荣, 跟她之前认识的那些男生不一样。 要不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何况她不但在恋爱中, 还在孕傻中。 也是, 她不蠢的话, 也轮不到我。 实际上, 从倩倩孕期产检到最后, 孩子出生, 我一分钱没话。 她爸妈天天不计成本恨不得, 把山姆店搬到我家。 就靠我那点工资, 别说山姆店自由, 家门口的水果店自由都是问题。 孩子还没出生, 她妈就让人在国外人肉了一堆奶粉, 还有尿不湿。 穷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看到知乎有个提问, 为什么穷人家大多不和睦?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穷啊。 穷生百病, 一穷毁所有。 解决了穷, 其他问题只需隐藏好就行了。 可隐藏得再好, 有些矛盾还是不可避免。 如果不是她第一胎就生个闺女, 我们的关系会一直好下去。 可第一胎她偏偏生了个闺女, 她生产不顺, 生了十多个小时, 还没生出来。 我妈坚持让她顺产, 她妈坚持要剖。 我妈只是随口说了句, 剖妇产, 三年以后才能要二胎。 我妈说的只是事实, 况且根本没有任何恶意。 他们抓住这句话, 死死不放。 她狠狠抓住我的胳膊, 说我妈重男轻女, 不考虑她的死活。 我用力甩开了她的手, 吏声道,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妈那么善良的人都被你说, 真是寒心。 我妈从老家辛辛苦苦带来的爱草 帮她洗身体, 也被她嫌弃。 我妈当时脸色就很难看, 美好气地丢了句, 乡下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连生了俩孩子, 都是这么喜, 你怎么就不行? 就你金贵啊。 生了个丫头, 我妈才不惯着她。 她气得哭了很久, 剖腹产的伤口都裂开了, 真是自作自受。 明明是她的错, 最后却是我妈 主动下跪给她赔礼道歉。 我能不生气吗? 她递后来找上门来, 对着我就是猛的一脚, 接着抬手又是一巴掌。 你个王八蛋, 居然敢欺负我姐。 我妈一下跌坐在地, 拍着大腿哭喊着, 哎呦喂, 不得了了, 打人了。 你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不就是嫌我家穷吗? 我妈声音很大, 我知道她就是要让左邻右舍都听到, 让大家都站在我们这边。 我妈简直是利用道德制高点的高手。 以前她跟我爸经常打架, 直接抄家伙那种。 我跟她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现在根本不算是。 在岁月的魔力下, 我们都是天然的演技派。 她递还不停, 我妈说着就扯着嗓门假装要报警, 被倩倩一把拦住。 别吓到孩子了, 小葱, 也别伤到你姐夫了, 她也没做错什么。 是的, 她虽然气我妈, 但又觉得自己弟弟做得太过,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这句话此刻送给她弟再合适不过。 我顺势而为, 又是一个流畅的华贵。 倩倩说得对, 别吓到孩子了。 妈, 小葱, 我们是一家人, 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是我妈跟我做得不对, 我们一定改, 以后绝不让倩倩受一点委屈。 呵, 改个毛线。 她弟一脸怒气, 你的目的得逞了, 还装什么装? 我的目的还没完全得逞。 我爸我妹还在农村老家, 怎么说得逞了呢? 就你, 赶紧滚出去。 她弟指着我妈, 恶狠狠说道。 我心里想, 笑话, 滚也是她滚, 怎么可能让我妈滚? 但我也知道, 现在还不能彻底闹翻。 毕竟房子车子都是她的名字。 折腾一圈, 我竹篮子打水一敞空就不划算了。 我咬着牙, 攥紧拳头, 对着我妈大吼道, 你个老王八蛋,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滚蛋, 以后这个家不准你来了。 我妈哭天腔地骂我没良心, 接着不声不响收拾了东西。 第二天就回老家了。 我知道她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发生大的矛盾。 我对她弟恨之入骨, 是她让我成了不孝子。 从谈恋爱到现在, 她弟一直没逼好屁。 是的, 我要把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踢除。 她逼烟酒不沾, 更无其他不良嗜好, 唯一一点就是 一直不满意家里找的工作, 觉得自己空有一身财气无处施展。 呵, 就她那学历, 智商, 要不是生在他们家, 进场抿螺丝钉都没人要。 可我不会这么说, 你想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没错, 对于她弟, 我也准备了很久。 还是那句话, 投其所好, 不遗余力地投其所好。 在我的怂恿下, 她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 跟着一位所谓的大咖搞投资。 其实, 哪是什么投资, 都是骗局而已。 大学兼职时,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公司。 可是, 我没有钱, 只会成为鱼儿。 而像她弟这种, 自然就成了鱼漏, 人的痛苦源于比较。 他们眼中的我踏踏实实, 任劳任怨。 而她弟不学无术, 吊耳郎当。 没有启动资金, 我就告诉她民间借贷的途径。 直到高利贷追儿门, 她爸妈急需一个人来应对这一切。 他们想到了我, 至此, 她家的阵营被我瓦解了。 他们不知道, 放高利贷的是我发小, 这一切都是我自导自演。 这是我走的第三步险棋。 帮她弟处理了高利贷纠纷后, 他们家对我的态度明显有所好转。 匆匆啊, 这是你要吸取教训, 要多跟你小诚哥学习, 它是点别总好高无远。 是的, 我成了他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也成了靠谱的代名词。 他弟对我态度也有了180度大转弯, 其实我们本质而是一类人。 只不过他拼了命地想逃离他爸妈的庇护, 而我拼了命地想抓住而已。 今天下班回家早些, 我从阳台窗户往下看, 有个男人送倩倩回来。 那男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他爸的得意门生。 跟我一样, 也是凤凰男, 当时一直暗恋倩倩。 我就是趁他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 先下手围墙, 才拿下倩倩。 听说他定居美国了, 现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殷勤地为倩倩打开车门, 直到看到倩倩进了单元门, 才依依不舍离开。 原来他们一直有联系, 这件事让我很不爽。 因为他爸的关系, 我升职很快。 可最近几次, 我去老丈人家, 都看到他得意门生在。 听说他的得意门生回来了, 你可要注意点啊。 张主任跟我老丈人一直不对付, 我更听出了他的话里有话。 我苦思冥想, 又生一计。 孩子, 让他继续生孩子。 一个闺女哪够? 别说我爸妈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可他爸妈不想让倩倩生二胎。 尤其他妈, 可以说非常反对。 就你们这条件, 还要二胎? 房子那么小, 怎么要二胎? 你以为生的是壁虎啊? 直接贴墙而睡就行。 丈母娘此刻喋喋不休, 丈红了脸。 我知道她不想让倩倩生二胎, 是不想让孩子把倩倩绑死。 可我就是要用孩子把她闺女绑死啊。 我知道她最终还是会同意, 因为我已经说服了她闺女。 我要让你们窝里斗。 我时不时给倩倩洗脑, 倩倩啊, 你看妞妞自己多孤单。 只要你同意生二胎,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倩倩, 你想想, 如果以后我们都老了, 只有妞妞自己, 多可怜啊。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 一个孩子是轻松, 但我们得为妞妞以后着想不是吗? 是的, 我知道人性的弱点。 那本人性的弱点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是人就有弱点。 倩倩最大的弱点及软肋就是孩子。 在我的软磨硬泡, 持续洗脑破下, 她同意了。 那这次不能让你妈来了, 我让月嫂照顾我, 我一口答应, 可她忘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可就是这鬼话, 他们听了一遍又一遍, 信了一遍又一遍。 孩子还没出生, 她弟就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近去了。 第三不险棋, 我赢得很彻底, 这下我彻底成了她家的顶梁柱。 又过了几个月, 第二个孩子出生, 没想到她那么不争气, 又生了个闺女。 生完老二, 我妈给她发了一个二百的红包。 她不知道感恩, 反倒说我妈不重视她, 重男轻女。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她冲我大喊, 当初第一次见我时, 你妈说杂锅卖铁也要把我娶回家, 到现在老二都出生了, 我也就借你妈二百块钱, 合着你妈真是把杂锅卖铁的钱给我了是吧? 你们说她多么财迷心窍。 我妈一个乡下人, 目不时钉, 一辈子面朝黄土被朝天, 她能有什么钱? 我妈那么善良的人, 都要被她诋毁, 她是有多恶毒吧? 难怪生不出儿子, 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又过了几天, 我妈突然从老家来了, 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可倩倩一脸不悦, 说没提前跟她打招呼。 我妈来自己儿子的家, 还用打招呼吗? 真是笑话。 我妈跟邻居闲聊了几句, 她就开始跟我妈吵, 还什么月子愁, 一辈子忘不了。 我妈一句话点醒了我, 你现在怕啥, 他们全家都指着你, 女人就这样, 三天不打, 而房接瓦。 是的, 我妈说得对, 我现在怕啥? 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唯唯诺诺的小镇青年, 不但我不怕, 我妈也不怕。 我妈在我家当着她的面 给我看她手机上的照片。 你看, 妈以前准备给你介绍的 这个对象咋样? 比某些人好太多了吧? 某些人还真当自己是大小姐, 也不看看现在是谁 在养着这个家。 是的, 我妈说得没错, 自从怀老二, 倩倩就不上班了。 虽然她上学时 比我优秀多了, 可那又怎样, 一个家庭足以把她绑死。 虽然我知道她家有钱, 可她爸妈明显是要 把钱留给儿子, 不然也不会到现在 只给她一套两居室的小房。 下班回家, 我刚进门, 就听到她正跟我妈争执。 你怎么连个大白菜都不会切? 真是个蠢货, 你把叶子吃完了, 下次吃什么? 不都这样吗? 你难道不知道 有个菜叫醋溜白菜吗? 说得跟真的一样, 她哪做过饭, 家里之前一直是保姆做饭。 我妈一来就看出了保姆不行, 直接赶走了。 我妈气得边哭边道, 我不想活了, 我只是教她几句怎么切白菜, 她都能跟我吵起来, 你这哪是娶媳妇, 简直是请了尊神啊。 看见我妈哭, 我气得牙痒痒, 对着她大吼道, 你在家待久了, 那分泌失调了是吧? 怎么跟个刺猬似的, 歹谁刺谁呢? 她只是冷笑, 并不多说一句, 真的像个疯子。 吃完晚饭, 我妈只是在家族群来了剧, 没事, 现在政策放开了, 过一阵再让他们要个三胎, 生个大胖小子。 她就发疯似的跟我妈吵, 还让我妈滚出去。 我妈六十多岁的人了, 只是想抱孙子, 有错吗? 她不但不体谅我妈, 还让我妈滚, 她不是找打吗? 我没错, 我妈也没错, 错的是她。 我忍无可忍, 当场给了她重重一耳瓜子。 她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此刻, 她爸因为她弟的事病倒了, 现在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她妈一个人忙而忙下, 自顾不暇, 哪还有功夫根心撕管她? 没想到还没出月子, 这个贱人居然拨打了110, 说我家暴。 我只是扇了她一巴掌, 能算家暴吗? 再说了, 她怎么不好好反思我为什么善她? 当然, 我也不承认我打了她。 我妈看着警察, 一屁股坐在地上, 边拍大腿, 边哭喊道, 爱, 我不活了, 大老远来看儿媳妇, 还被她各种嫌弃, 我们农村人招谁惹谁了, 我真是没脸活了, 我死了算了。 她也不示弱, 对着我又哭又闹, 指着我妈吼道, 这个家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笑话, 她可是我妈, 是她把我辛辛苦苦养大。 我那么努力, 不就是要改变家族命运吗? 我可是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清官男断家务事, 警察的离开宣告了这局我全胜。 警察走后, 我妈弯了她一眼, 愤愤说道, 现在在外打拼的是我儿子, 是我儿子在养着这个家, 你除了生俩闺女, 天天干啥了? 别整天觉得我们高攀你了, 到底是谁高攀谁? 我妈说的没错, 后来, 还没出月子, 她就搬到了她娘家住。 我装模作样地去过几次, 她怎么好意思跟她爸妈吐槽呢? 毕竟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 打碎牙齿和血吞, 也要自己忍。 要不怎么说是成长的代价呢? 她搬走后, 我把我爸, 我妹都接了过来, 没有孩子的吵闹声。 厨房里热气腾腾, 客厅里欢声笑语, 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她不回来才好呢, 我们一家四口难得聚聚, 清静清静。 我妈变着法地 给我做各种好吃的。 你看, 你现在被她折磨成什么样了, 瘦得都快不成样了。 其实, 我妈不知道, 我只是天天熬夜打游戏闹的。 也是, 自己的孩子, 拉得是都是香的。 可我打游戏 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打游戏是为了放松放松, 我不放松, 最后生病了, 不还是要拖累这个家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她都不懂。 你说, 她会不会跟你提离婚? 我爸的一句话 打破了原有的轻松愉悦。 是的, 她跟我离婚, 意味着我要卷铺盖走人。 毕竟房子是她的婚前财产, 要不说她爸妈很鸡贼, 房子车子写的都是她的名。 我只有使用权, 而没有所有权。 婚姻保护的从来不是感情, 而是利益。 可没过几天, 倩倩就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 我发现这次回来后, 她老实多了。 也是, 她家已经乱成了一团麻。 她再凑而去, 不是没事找事吗? 况且, 除了钱外, 她爸妈确实帮不了她任何东西。 时时务者为俊杰, 她不再跟我争吵, 家里安静了不少。 慢慢地, 我发现, 只要我不发火, 这个家就能太平。 这就对了, 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 一家之主只能是男人。 可她没老实几天, 就又开始找事。 她去超市, 我让她帮忙买点我妈爱吃的车梨子, 她一脸不耐烦。 我可不惯着她, 我抬高声调, 让我爸妈, 我妹都听听, 到底谁是一家之主。 我妈把我养那么大, 容易吗? 我孝敬孝敬我妈, 给她买点车梨子怎么了? 你是我老婆, 你做相当于我做, 用得着分那么轻吗? 她不情愿地买了回来, 往桌子上一放, 都不知道洗一洗。 我冲她大吼, 你都不知道洗一下吗? 这样怎么吃? 你别忘了, 摆善笑为先。 我说完, 她不但还不洗, 反倒把车梨子撒一地, 接着嘴里骂骂咧咧, 我让你们吃, 老娘不伺候了, 人渣都滚出去, 这是我的家。 我仗红了脸, 对着她接着吼道, 你眼里我们家美好人是吧? 我们就是人渣怎么了? 你们见过这么恐怖的女人吗? 当初我怎么找了她? 这哪是女人, 简直是个泼妇。 我正准备而去打她, 她一随手拿起桌子, 而的碗朝我扔了过来。 碗碎了一地, 碎片满地都是。 我妈急了, 疼一下从沙发而跳起来, 拿起手里抓养用的抓手, 就朝她打去。 我妹也不甘示弱, 随手脱掉脚上的鞋, 也朝她扔去。 我爸倒是没动手, 只见她背着手。 哀声叹气, 老张家娶了这样的女人, 真是家门不幸啊。 我很庆幸遇到这样的家人, 他们总能第一时间救我于水火之中。 老大扯着他妈的衣角, 哭得撕心裂肺, 嘴里喊着不要再打妈妈了。 真是是非不分, 黑白颠倒。 我气得一把抓住她, 试图带到我们这边来, 可她不知哪来的力气, 怎么拽都拽不动。 我咬牙切齿, 对着她大吼道, 你记住, 你姓张, 知道吗? 你是老张家的种, 跟那个女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二天, 陈倩就又带着两个孩子偷偷离开了, 只包不住火。 她爸妈还是知道了家里的一切。 我闺女瞎了眼了, 才会嫁给你儿子。 她妈恼羞成怒, 用手恶狠狠指着我妈道。 我妈倒是一脸轻松淡定, 那也是你闺女愿意啊。 你闺女瞎, 能怪谁呢? 另外, 现在到底是谁算计谁啊? 口口声声说, 闺女儿子一样, 你们还不是把钱都留给儿子, 要不也不会只给闺女一套小房子。 说得跟真的一样, 说一套做一套。 哼, 算计到最后把自己儿子算计进去了, 聪明反背聪明物, 真是老天有眼啊。 除了我家晨晨, 你还能指望谁? 她妈听了, 大口喘着气, 捂着胸口,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妈果然是我妈, 轻轻松松几句话, 就把她妈的嘴堵得死死的。 我跟我妈一样, 也是一脸淡定, 我妈说得没错, 男女之间本来就是你请我愿, 您干嘛生那么大气? 现在可以四两拨千斤的是我, 而不是他们。 陈倩脸色苍白, 手里牵着一个, 怀里抱着一个。 对着她俩边哭边道, 你们记住了, 这个男人是个人渣, 以后你们就是一辈子不结婚, 都不能找这种男人。 我气得一脚踢翻了椅子, 你真是恶毒得很啊, 孩子还那么小, 跟孩子说爸爸的不好, 多恶毒才能干出来这事啊。 我现在才不惯着她, 她说一句, 我有一百句等着她呢。 不但我不惯着她, 我也不让我家人惯着她。 没有一点血腥, 还叫男人吗? 女人是一个家的风水, 一个女人影响三代, 什么样的女人一辈子不会幸福? 我妈不知道从哪找来的这些文章, 都发到了家族群里了, 并且专门爱特了臣妾。 对于她那张脸, 我早已厌倦。 我在外面找了个梯记的人, 还被她发现。 我理直气壮, 作为男人, 在外面放松放松, 怎么了? 你看看人家隔壁, 人家也生了俩, 还生了俩儿子, 身材还保持那么好。 你那腰臂水桶都粗, 看着都提不起兴趣, 你怎么不知道跟人家学学, 取下经? 又过了一阵, 我的初恋找来了。 当初要不是靠着她打工挣的钱, 我不可能上大学, 可那又怎样? 我是大学生, 而她只是一个打工妹。 我们注定去往不同的方向, 可她现在找来了, 还带着一个孩子。 我妈说那孩子眉眼像极了我, 最关键是个男孩, 初恋也不置可否。 这是我儿子。 看吧, 我就说我不可能命中无子。 臣妾知道后, 对我大骂道, 你卑鄙无耻, 你都有孩子了, 干嘛还要招惹我? 我双手环抱, 一脸轻松, 又不是我生孩子,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是的, 这种事, 我简单几句就能糊弄过去。 其实, 她不知道, 我跟初恋一直没有断, 初恋没文化, 也是个蠢货, 一直被我扑, 还以为我爱她。 我就去你单位闹, 你不是要脸吗? 我要让你们单位的人都看看, 你到底是哪路货色。 这是陈倩第一次拿我的工作威胁我。 我所在的单位是个科研单位, 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当初也多亏了陈倩爸爸的关系, 我才能留下, 况且现在正是我的上升期, 他爸的人脉资源能给我的都给得差不多了。 事业是男人的春药, 我可不要丢了事业。 如果放之前, 他这么说, 我一定早下跪了, 让我干什么都行, 只要不去单位闹。 以前的我小心翼翼, 敏感多疑, 步步惊心。 可现在, 我才不要下跪。 他爸躺在病床上, 不知死活。 他必待在监狱里, 前途未卜。 要说丢人, 也是他家更丢人。 更何况, 他刚生了二胎。 我怕什么? 我吃准了他不敢真的去闹。 与此同时, 我又心生一计。 这也是我走的第四步险棋, 也是最冒险的一步。 他没去单位闹, 但跟我提了离婚。 我怎么会同意? 他又提出跟我签署婚内财产协议。 笑话, 我怎么可能跟他签署? 为了躲避他, 我连家都不回。 又过几个月, 他爸妈坐的车子, 莫名其妙出事了。 哼, 怎么会是莫名其妙呢? 真好, 他爸妈总算走了, 还留下一大笔遗产。 我比谁都清楚, 如果不是这一大笔遗产, 他们也不会意外去世。 葬礼儿, 我哭得撕心裂肺, 比亲儿子都伤心那种。 可现场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 老陈他俩走得太蹊跷了, 这里面肯定有鬼。 看谁最得力就知道了。 可不, 有人等着吃绝户呢? 吃绝户就吃绝户, 你们想吃还吃不着呢? 我要是在意这些, 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之前, 他跟我提离婚我不同意,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爸妈死了, 还留下了大笔遗产。 我巴布的他跟我提离婚, 处理完他爸妈的后事, 我更是一刻都不能等。 我主动提出离婚, 并要求分割巨额遗产。 法庭上, 他恼羞成怒, 你就是个人渣,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遇到了你。 法官一脸严肃, 对着他历声提醒道, 冷静点, 这里是法庭, 请注意用语。 我彬彬有礼, 就连对待书记员 都很有礼貌。 一个月后, 探觉出来了。 探觉我跟他离婚。 关于抚养权, 他极力争取, 我又巴不得不要, 两个孩子都归他。 关于财产, 因涉及他地, 法官建议另案起诉。 虽没一步到位 拿到巨额遗产, 但总算甩掉了臣妾。 不就是另案起诉吗? 费点功夫而已, 我坚信对结果 没有任何影响。 我胜券在握, 直到有一天, 陈聪出来了。 我还以为 他会对我打击报复, 毕竟是在里面 洗礼过的人。 他爸妈是怎么 突然走的, 我很清楚, 可没一点动静。 不但没动静, 陈聪还一直 对我表示感谢, 感谢我替他 处理他爸妈的后事。 酒桌上, 他端起酒杯, 对着我一脸诚恳, 我姐我了解, 妇人之人, 女人家的, 小肚鸡肠, 也没有远见, 爱。 姐夫, 我姐是我姐, 我是我, 不管你跟我姐怎么样, 你永远是我姐夫。 他带我出入 高档私人会所, 让我见识了 什么叫上流社会。 可奇怪的是 他总能及时抽身, 我却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是的, 我迷恋上了 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 慢慢地, 我已不满足 单纯的私人会所, 我无师自通, 更是染上了 不少恶习。 没有钱, 我就拿着 我的起诉状 到处借高利贷, 上面白纸黑字 可是一个小目标, 陈聪 也总能适时出现, 结我燃眉之急, 就像那时 围在陈倩 跟他身边的我一样。 虽然我对他 产生过怀疑, 但怀疑在 巨大的诱惑下 瞬间消散。 后来, 我才意识到 毁掉一个人 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他 对一件事上瘾。 一个夏日的午后, 陈聪找到我, 又是一脸诚恳, 姐夫, 我听说 张主任快退休了, 哎, 爸要是不走, 这位置 肯定是你的。 他弟说到了 我的痛处, 虽说甘蔗 没有两头田, 但我还是不甘心。 姐夫, 爸还有一个老友, 听说能量很大。 说着, 陈聪就把那老友的联系方式 发给了我。 老爷子 这是留了一手, 嘴上说着自己的资源人脉 都给我了, 可压根 没跟我说过这个老友的事, 看来还是跟自己儿子亲。 陈聪这小子 还挺上道, 这半年没白蹲。 听爸说, 他这老友酷爱山水字画, 尤其是某画家的。 某画家我知道, 他的画很多人收藏, 市面上很难买到。 这么重要的信息我 怎能错过? 一天我下班刚到家, 只见我爸妈, 我妹跪了一地, 三五个大汉挤满了客厅, 他们是放高利贷的人派来的。 我知道, 我的麻烦来了。 我妈受不了, 冲着其中一个 打烧大喊,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们到底想干吗? 有本事冲我来, 我这把老骨头 才不怕你。 那人勃然大怒, 眼眸心红, 一脚踢在我左侧肋骨上, 接着又是一记扫堂腿, 直接把我妈撂倒。 城市里, 很难看到月光, 可那天的月亮 却出奇地亮。 我倒在了血泊中, 好在经抢救, 我醒了过来。 我知道我必须奋力一搏, 好赌一把。 有了权力, 还怕没钱吗? 我瞒着陈聪 用借来的一百万 买下了某画家一幅画, 买到画后, 我绕过陈聪 直接找到了 他爸的老友。 我明白, 这种事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也越安全。 没想到, 刚表明来意, 把画根现金掏出来, 警察就进来了。 张晨, 你涉嫌行贿罪被捕了。 我知道这一切 跟陈聪脱不了干系, 可陈聪他 确实什么都没做, 只是帮我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而已。 就如当初我劝他辞职 借高利贷投资一样。 我们都利用了 人性的弱点, 把对方拖入深渊。 只不过, 他已经爬了而来, 而我即将万劫不复。 每个人心中 都有条毒蛇。 他最终杀死了毒蛇, 而我即将 被毒蛇毒死。 你爸妈因为你的事, 一并不起, 接连去世。 你妹在一次 外出爬山中, 因与人发生争执, 坠崖而亡。 你叔帮他们 处理了后事, 这是狱警后来 告诉我的。 知道他们都走了, 我反而觉得 是种解脱。 几个月后, 陈倩爸妈的死因 还是被查清了。 至此, 第四步 险其我彻底赌输了。 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我还有一个儿子, 可当陈倩隔着监狱玻璃 拿出亲子鉴定报告 给我看的那一刻, 我傻眼了。 她的笑明明那样明媚, 却让我不寒而栗。 我本以为 可继承的巨额遗产, 成了证明 我有犯罪动机 最有力的证据。 还真是讽刺。 后来我做了个 很长的梦。 梦里, 陈倩跟她爸 那个得意门生结婚了。 空旷的原野上, 她俩手牵手, 两个闺女跟在身后。 夕阳透过树梢 撒在身上, 她们的影子 重叠在一起。 而我又回到了那个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 小山村。 村口老树下 干完农活的人们 抽着汗烟, 打着骨牌, 说着张家长李家短。 一阵风吹过, 整个村子 都是槐花的气息, 风叠起舞, 花香四溢, 一碗油泼辣紫面。 就这几个大蒜瓣, 一杯老酒下肚, 舒坦。 八月的一天, 受高歌的邮政 快递员 咚咚咚地 敲着我家门。 我妈边跑边 兴奋地 像复读机一样 大喊道, 我家沉沉 考上大学了。 那种喜悦, 伴着她的大嗓门 瞬间传遍了 村里的角角落落。 那是我这辈子 最幸福的时刻, 忽然一句, 死刑立即执行。 梦醒了, 接着一场大雪落下,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其实现实中 根本没那么多爽闻。 更多的是 人性的幽暗与阴冷。 这世上也没有后悔药, 每个人都应该 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不是吗?